美国总统拜登这件事 先请教一下蔡委员 蔡委员你看他为什么在那边他都说 没有遇到什么无证的移民啊 问题是出在哪里明明就有人啊 搞了半天原来啊 就是这一行字大家看到了吗 据报导拜登来访前夕 德州边境逮捕上百名无证移民 NBC还特别播影片给大家看 美国的媒体主流媒体 然后呢里面人权团体就痛批 执法单位这么做 违反了国土安全部门政策了吧 啊有可能是这样吗 那拜登在那边真的就只是 绕一绕表示我很关心我能解决吗 拜登不可能解决 他也没有能力解决 这个是美国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美国自己不惜把 中南美洲的经济社会给弄好 不断的对中南美洲做剥削的工作 使得中南美洲老是现在 动荡不安跟贫穷的困境 那老百姓要找出路啊 就一定会往美国跟加拿大跑 加拿大太远那先跑美国嘛 可是要跑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 在这个问题里面的政策是南辕北辙 因为选票基础不同 共和党主要是靠所谓的老白蓝 主要是以白人为基础的一个政党 那他呢当然是反对很多移民 不断的蜂拥而入 而且要建什么万里长城 把所有的移民全部隔绝在美末的边界上面 川普就是这样的主张嘛 那拜登不一样 民主党的基础是在什么 很多拉丁一的很多黑人 很多白人组成一个联盟 所以来巩固他的政权 他这个时候对于在中南美洲来的移民 要表示友好表示善意 以便讨好他的所谓拉丁一的选民 尤其是来自古巴的选民也是不例外的 这个是基于内部政治所延伸出来的 一种意识形态跟一个不同的政策 所以两边在这方面就斗个永远没完 可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这个移民移到那边去 有点像中东移民往欧洲跑 是一样的情形 或者像波兰的难民往西欧跑 也是一样的情形 那你不去解决源头 拜登就是老先生跑到那边晃一晃 哎呦 我没有看到什么无照移民的 这边排队都是有照的啊 做秀嘛 前段时间那几个州的州长 还把很多的无照的移民 或者有照移民往什么 不是往后几例门口丢吗 往这个很多的什么联邦大楼的 市政府去丢吗 这个是表示了拜登总统 这个时候不愿意面对问题 不愿意解决问题 还想要咒秀 因为他现在在部署说 他要如何风风光光 宣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所以他必须要去做这种说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问题不要吵了 可是共和党会放得了他吗 当然不会嘛 当然是不会 所以那种影片 一定共和党弄出去了 是 所以你看哦 现在呢 当然这个当地州长 我们看德州州长 亲自把他的信交给拜登 为什么呢 他要让拜登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好好的要表达他的意见啊 结果这个信里面 透过媒体才知道 原来他说啊 你拜登 视察根本就晚了两年 而且你还少给了200亿耶 是不是在奔对边境政策的部分 花钱太少 实施也太慢了呢 因此对于联邦政府很有意见 而且呢 你看 他还批评 拜登为什么要刻意避开 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的地区 啊 所以他去视察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啊 那么呢 他甚至还说 忽然就来了也不事先沟通一下 所以才知道说 哦 拜登原来是 昨晚才知道拜登是要来的 那拜登接受访问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说拿到的信 赶快要好好的抓紧时间 来看一下里面写的些什么 他说他太忙了 所以还没有时间去读这封信 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困难呢 亮哥 这个德州州长跟佛罗里亚州州长 都曾经把这些非法移民 到到华盛顿你记不记得 到到贺锦丽的官邸 那其中这个佛罗里亚州州长 还可能选总统 所以我跟你保证共和党一定用这个 美墨边境当做大题目 事实上麦卡锡已经说他要就责了 所以美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边境 没错 他还说这个根本就是一场 让媒体拍照的作秀 我跟你讲这个麦卡锡上来之后 第一个一定要去呼应川普 因为那极右派那几个都是挺川普的 所以一定要帮川普出口气 比如说拜登的儿子一定要提出调查案 那个Hunter Biden 然后还有包括国会暴动那天 为什么可以随便射杀那个女军官 这个都会究责的 那另外就是这个边境危机 因为你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 是怎么承诺的 结果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 这他们都会究责的 那更还有包括比如说阿富汗撤军 一些混乱杂乱无章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跟你讲 我刚刚提的就四个调查委员会 我还没有提到 这个竞标反中 因为众议院一定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 然后来跟白宫呛 因为他已经一再放话说 你们对中国不够强硬 所以我坦白说 我认为今年美国会很乱 因为众议院也乱了 你说两党的众议员彼此之间 两党都有极端派 那个民主党更严重 民主党那个极端民主派有100多个 有100多席啊 那共和党极右就是川普呢 有20席嘛 这20席里面有12个啊 还不承认拜登当选 你就知道离谱到什么程度 都已经两年了 他还不承认拜登是总统啊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说 这个真的是 我真的很想象今年美国会发生什么事 光是这个众议院的乱 然后再加上众议院斗白宫的乱 就有够巧了 那麦卡锡真的会要求这个拜登要硬起来吗 抗中不够力 继续要 不这个就是斗争嘛 因为国会只能够提出建议嘛 那麦卡锡 不然你就要立法 那立法就要有一些技巧啦 是 就是我强迫你要对中国做哪些事 那反中如果列为政策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要修改就会变得很困难 那所以美国基本上都希望用行政措施嘛 让他比较有弹性嘛 那如果你要跟这个白宫竞标啊 那未来就很麻烦了啦 麦卡锡他可以自己先跑在前面说 反正我现在呢就可以准备 要到台湾去访问咯 当然啦 会这样吗 他市场已经放话了 没有错啊 那他会很快吗 他现在才刚 我认为他能够来的时间最好的时间 就是今年8月 因为明年你会抢到总统的风采啊 那一般人不会这样做啊 所以最适合的时间就是今年8月啊 就刚好佩洛西买一周一年 对 就是同样的时间 对 好 这是亮哥的评估 那蔡伟源也这样预测吗 就看大陆什么反应比较重要啦 大陆上一次是围导演席 下一次麦卡锡来可能就要守导演席了 不然解放军怎么去对他大陆 老百姓交代 这个是大陆自己要去处理的问题啊 大陆其实也是鹰派抬头 只是幸好说他的政治局势 还算是相对比较 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鸽派 在主政啊 我竟然强调说 如果今天大陆啊 国家主席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话 有一个人只要喊说 你让我当这个国家主席 我保证一年内武力统一台湾 那个一定当选 以大陆现在民情的状况是这样子啊 但是在共产党体制里面啊 这个他会比较谨慎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算是我们台湾啊 运气稍微好一点啊 所以有时候不要经常在这个 有的没有的乱批评共产党啊 那这个我是觉得两岸之间啊 不要去面对这个美国的操弄 或者美国当棋子啊 这样一来会惹祸上升啊 只好如果蔡英文聪明的话啊 再继续放软掉 他现在只说愿意帮助大陆疫情 这大陆现在不需要嘛 那有其他地方更放软一点的话 对于台湾的所谓的和平保台 才有用的 其实和平保台要先和谈保台 不和谈就不可能有和平 那你现在卡了很多议题 两面不和谈的话 那你赖清德最后之后还抗中保台来 那如果在抗中保台 我只能送民进党一句话 死路一条 因为你想当美国的棋子 那去做抗中的本钱 把台湾当作废墟 那一句老话就出来啦 他票夺民进党台湾变战场 你看什么火山布雷战车都来了 不是吗 这些都是归给民进党 在明年算账的啦 好亮哥那日本的态度呢 岸田要见到拜登了 13号 那他现在也出访 倒不是先去这个美国 而是先去欧洲 第一站是到法国去巴黎去 那么他呢 特别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强调的是日本应该要对全球性的议题 发挥主导的作用 好让在广岛到时候要举行的 G7会议能够成功的进行 更希望适当的时机 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现在是什么意思 他还真要这么做吗 不过现在我们刚刚讲到他要去哪里 去法国 意大利 英国 加拿大 以及美国 一共有五个国家 预计是在13号将能够见到拜登 那当然就是要谈什么 又要谈这个防御啊 安全的问题 甚至是台海的问题也纳入 亮哥 因为五月要在日本开G7嘛 对 所以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 岸田到五月之前是不会下台的 是 那岸田当然知道嘛 所以一定要让这个会成功嘛 岸田现在民调只有25 对 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所以您知道 您刚刚讲的就是在日本广岛 要开这个G7的峰会 那他还特别秀了一个倒数钟 结果就有日本的网友就酸了 就说你这个是在做任期的倒数吗 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 就像您刚刚讲的25%太低了 而且我坦白说 现在全世界没有人在重视G7 倒不是重视G20嘛 谁在重视你G7嘛 因为G7里那些国家 已经不足以来对全世界具有主导性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岸田是越来越昏头了 就是他事实上经济也没有搞好 然后最近这个安保通过之后 他想要征税或者发债 要四年内要征那个800亿美元的税 就是军事预算了 那目前没有人支持啊 所以他已经进入了进退两难的情况了 那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他不断的在玩美国牌 就是看美国支持我 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声望 可是我认为他可能会失望 拜登如果稍微再宣扬一下 说全力的支持这个岸田领导之下的日本 那岸田当然希望是这样 这没有用啊 也没有用没有办法获得日本民众的共鸣 因为拜登必然是支持自民党的啊 这还用说吗 所以 那只是说要换别人来做而已啊 对啊 但真的会换人吗 他现在要解散众议院 是不是就是 不足以让自民党的人支持他 是 来增加军事预算 他现在就是做不到嘛 那要跟美国买500枚战斧飞弹 我看连500枚的钱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搞不好只是先尝试性的买200枚这样 就基本上他在这方面的经费 受到了很大的困难 是啊 所以你看他这次还要谈包括 如何美日两国如何 在日本新安保战略之下 要更紧密的合作 包括正在建设新基地的 宇纳国岛以及石原岛 那目前部署的飞弹拦截器 根本不足以抵御中国跟北韩 所以就是要加强军事方面的 这个部署了 可是 遭受很大的抗议 是好 不过那另外一点 近平 那现在难不成日本也要搞星链了吗 日本现在 还有日本安保第五条 纳入保护日本卫星 这是日本的媒体日经新闻所做的报导 这个用意又是什么呢 其实日本跟美国一直想要合作一个 星链的这个计划 可是全球的低轨道卫星这个 这个星链计划大概都是SpaceX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马斯克他的这个技术比较成熟 而且是他独家的这样一个 关键的东西 那从乌克兰的战事当中 他们发现说这一块如果毒吃的话 的确有他的这个影响力 和这个在全球卫星 尤其是低轨卫星的这个通讯资讯器 这个技术和市场上的话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那日本他跟美国合作 当然是着远于朝鲜半岛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 朝鲜半岛的威胁就是来自于北朝鲜 那还有中国 然后不只是这样子 现在连台湾也其实也想这样搞 台湾在那个今年元旦开始 国家科学这个国科会啊 它下面有一个成立第四个这个法人公司 你就知道说他现在在蔡英文不是说 他十年内投入250亿元新台币 跟日本一样 他也想要这个把它有一个公司化 然后找美国的公司来投资 还说是矽谷的这个独自公司 然后会说什么政府会掌握 几个关键的主要投资的这个股权 然后权力发展这样的一个 就是也是着远那个新链计划 台版新链日本新链 这当中的共同的交集点都是什么 美国 然后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新创企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SpaceX它的一个技术移转 我是蛮怀疑的啦 因为这个感觉日本走得比我们快 那他想要走这一块的这个卫星 因为他们一直在发射这个卫星 他们的技术也比我们台湾 像我们发射浮卫5号到浮卫7号 还成熟好几年 也好也比较早很多了 但你看到这个美国最近几年 也在投入这一块 可是他们也是有也是有失败 像前阵子卫星就掉下来啊 就是他们效忠果的时候 自己也发生这种状况 那不管怎么样 美国去帮日本 就跟他现在帮这个台湾一样 我觉得共同的交集是出资的 都有美方的引致 但是共同的敌人 应该都是有针对中国 所以蔡伟源 那现在是在下哪一盘棋呢 日本现在呢 关注的是它的军事的国防 加强它的实力 说台湾也在寻求投资人 新来要打造自家的卫星通讯供应商 然后要说抵御可能来自大陆的进败 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记者席嘉林他所做的一篇报导 那你再去看看路透 英国首次发射卫星 由波音747喷射机在高空发射火箭 这些军事的意涵相当的大 你看Military Appetite 也是一个军事的目的 那感觉好像整个 这个全球不论是在西方 还是在东方 在亚洲 那种军事的那种部署 就是越来越加强 那所以在不断的提升的情况之下 你只会觉得说更加的紧张 更不安 我觉得这个是普世弹塔现象 大家一窝蜂的搞 那日本想要搞这种卫星 基本上是准备浪费钱的 如果真的有军事需要的话 叫美国GPS提供军事版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做 那第二个 台湾是要准备A钱用的 因为台湾没有那个条件 找什么地方做发射台 找台湾的航空车嘛 对不对 没有地方发射 就要找别人发射 他之前有在屏东建议一个发射基地 所以我们这个您刚刚讲 这个是说弄不起来的 准备捞钱用了 准备捞钱用了 我们发射卫星商去 通信都找不到 还马上失踪了 你都忘了这个故事 最近的事情而已 就准备捞钱的 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 没有那个必要 也没有那个需要 去搞这种 这种宣华式的这种 所谓低轨卫星也好 中高空卫星也好 如果美国要帮我们忙 GPS精密度高一点 开封给我们就好啦 对不对 那需要去浪费这个钱 做这个事啊 对不对 你不是跟美国很亲媒吗 亲媒派的 中台国民党 或者民进党里面 亲媒派看看 美国这些不给 叫什么亲媒啊 对不对 那这个星链计划 在这个乌克兰也好 原因很简单 美国GPS 会被俄罗斯给干扰 所以用低轨卫星 那不表示也不会被干扰 所以像在叙利亚的时候 美国的GPS 老是被俄罗斯给干扰 所以老是不太管用 美国的空军 还倒过来使用谁 还使用北斗卫星 才逃过干扰 所以这个笑话都闹过 那是2021年的事情 前年的事情而已 是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任何一个卫星计划 你要有它的实用性 200多亿台币能干什么 醒个鼻涕就没有了 给阿亮醒个鼻涕 一插一插就没有了 这个凸显出 台湾知道马斯克 不会支持台湾 对 马斯克当然不可能 对啊 因为星列是马斯克的 你知道马克思花多少钱吗 对不对 而且什么时候能够商用回收 都还不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